之前有朋友在罵 台灣很自由卻出爛手遊 中國愛情連應收都霸權 你看看民主都沒用啊 台灣這樣子不是很厲害嗎 朋友 別這樣說 分析一下你就知道 台灣輸掉也是剛好而已 怎樣的作品能遠征國外 啊當然是最優秀最具競爭力的啊 啊對真相就是這麼簡單 你現在能玩到的中國手遊 都是已經在對岸突破重重難關 橫空出是亞軍修 二線小場都認輸 割完韭菜有餘力 跨海來打 勝天地 拿中國的頂尖作品來跟台灣笑唱比 大人打孩子 沒意思嘛 歐美有個小朋友8歲就上大學 媽媽看了去留言 人家這麼聰明拿講學金 你還上補習班讓我操心 是不是上輩子壞事做太多 吃關心小孩卻不嫌囉嗦 這種比法沒有道理嘛 又不是每個外國人都這麼天才 要比也是跟平均是比啊 認識到這一點 就要明白其實台灣遊戲輸中國也沒什麼罵 人家爛的遊戲也是爆炸多 只是你沒有看到而已 但人性就是這麼有趣 當立場對調了 自然就會說出 你就只會跟爛的比沒有掌勁 被別人講這句話會超不爽 而拿來嘴別人就痛快到不行 你們遊戲界就是爛 好吧那就來檢討一下 台灣遊戲到底哪邊輸中國 就以最近廣告打蠻大的亡靈騎士來看 記得一年前就有評論過 當時覺得他教學太多太煩 然後還有人跑來罵我 連教學都懶得看 有什麼資格玩手遊 喔這麼厲害 那遊戲刪掉好了 現在重新回鍋 看他進步多少 教學怎麼還是這麼多啦 受不了 先說 不是因為他業配沒找我才講壞話 朋友不信你可以下載看看 他教學真的很煩 頭很痛超級生氣 是什麼時候才能讓他好好玩啊 但撇開這點不談 確實是蠻用心的遊戲 整體的規劃進程的安排 都是相當有水準 然後我就沒完了 這就牽扯到台灣遊戲廠商的弱勢了 1 沒有IP的強力加持 還在望七龍珠生都是一拳超人 名字一爆出來就算完全沒有遊戲內容 圖片修出來粉絲就崩潰尖叫 社群論壇各大網紅瘋狂抬叫 預算少的派寫手錢太多的請浩浩 視線登錄起碼50萬人起跳 啊進了遊戲 你有抽卡我有召喚 這家自動刷那間輕鬆掛 啊花用都差不多要選哪一款 有納美悟空吹雪子龍的嘛 大廠光是IP1G的授權費 就黏壓小廠一年的開發費 啊帳還沒打就輸了啊 二美術生優資源 這年頭在江湖打滾 沒請客 花澤香菜丁公里會都不敢出來走掉了 就連出場抗入神卷中國 遊戲也是生優請到不行 日語就是爽 日語就是神 只有日語配音 才能打動我心 生優這種精彩 大爺才想下載 欸 亡靈其實也有日語配音 這就是 走在時代的潮流 順應民眾的聲音 再看看美術資源 舒服 眼睛大大像芭樂 頭髮常常不分岔 裙子短短顧細瓦 性格雄雄有點恰 果然日式就是對味 就是決定決定這些項目 台灣並沒有輸很大 但如果再生就一步 2D土不會動 3D模沒晃動 如此貧乏空洞的表演 如何蒙蔽玩家的雙眼 可惡 為什麼不能做到100分 說算還是錢不夠 3人才資源 只是需要花錢的項目 台灣都是直接輸掉 衛星儀說過 被對控比你蓋住的財力 機靈輸用 還能輸他的地靈 硬體支援不足 就用軟磁力來湊 台灣人才積極 工程師企劃通能加起來 是不會輸給 中國的 所有的 不好意思我忘了 優秀工程師跳槽去大公司 鬼神辦企劃 沒技術也是炸 有藍圖沒人施工 什麼也搞不出來嘛 而企劃這種職位很特殊 大家都先當企劃 才開始學當企劃 也就是說 沒有極戰力這種東西 啊就算有 錢也是比較貴 以現在台灣的求職市場來看 沒經驗就是 沒經驗又想當企劃 最該問死 厲害工程師留不住 超凡的企劃養不出 台灣想贏 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人才願意犧牲自己 即使薪水比較低 也願意打造遊戲夢 普出台灣的美好未來 好吧送我沒說 好啦 吃泡麵啦 試開一下 拿一包吃一下 吃麵啦 粉啦 醬啦 敲一下啦 加個蛋啦 吐色的呢 開水加進去 蓋起來 靜帶三分鐘 好打開來 皮香蕉 看到沒有 熱氣散開來 就是舒服啊 吃起來啊 香的受不了 這湯真的讚 好高喔 哦 哦 串糖的便體 瘦 哦 哦 好吃 早~~~ 多麼咬咬 多麼咬咬 哇 哇 哇好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